近日,义乌某新型菜市场内的一家带炒小摊火出了圈 记者实地探访该市场后发现 许多民众在菜市场买好菜后 直接郊游这家小摊带炒 只需约定时间后再来取走即可 摊位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家小摊已经在菜市场里存在了一年多了 最早主要是加工自家海鲜 慢慢的就开始为更多市民炒菜 一开始我开起来的话 每天就是零零敞敞的 也就是附近来买菜的居民他们过来 我们这边就是买了海鲜过来代加工 但是慢慢的可能大家的需求更加是偏向于说 很多附近居民说我买了点肉买了点蔬菜 你能不能帮我炒 然后我们想着反正就是我们也扣 就没那么多了 但一开始 然后好就是西班接受了 然后嘛就是慢慢的发现可能 带草就是他们来这个菜场买了什么菜 那我们直接拿过来炒这样子的 这个需求比较火 就是慢慢的一开每天都是附近的居民过来 每天这个量的单呀也在慢慢变多 对于许多附近的上班族而言 一家干净整洁 口味也相当不错的带草小摊显然是不错的选择 既省去了一天工作结束后回家还需做饭的困扰 也能吃上一口美味放心的菜肴 一位几乎每天都来的老主顾告诉记者 带草服务提供的菜是多样 口味也相当丰富 主要的顾客还是来自于又有事业又有家庭要经过的 就是白天我忙完工作已经比较匹备了 然后去接了小朋友回家 回家之后可能又要炒菜给他们吃 因为点外卖的话就会有一些食谱 会是安全的担心嘛 基本上每天要来吧 每天都来 也不是午饭晚饭 就是小孩子学校加个餐嘛 就是第二天带到学校去嘛 还可以吧 偏清淡 那时间节省一点嘛 是吧 那自己搞的话 你搞一下就太麻烦了嘛 那胃口也没烧的好吃嘛 是吧 随着顾客数量和需求的不断增长 如今的带草小谭还推出了线上服务 顾客只需要在添加客服微信后 将想吃的菜品样式和种类 提前约两个小时左右发送到客服微信 工作人员会立即在菜市场中 采买需要的新鲜原材料 在负责人看来 小谭能越搬越好的原因 离不开新鲜与卫生两个秘诀 到饭点了 就是它基本上只需要两三分钟就能出一个菜 就是爆炒那一瞬间调味调掉 给它炒掉 炒掉的话 然后客人到那个点直接来拿了 就能走这样子就 这样子就是给大家有损失 然后效率也就高 还有就是这个卫生 大家也都看得见 我们下期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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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